大家好,我是提普老师 提普老师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本好书 这本好书就是English Conversation 提普系列 老师在之前十几年前从一开始教各位 在入门的时候第一本单字 你一定要从This Lab开始的2000单字 一直到学册终极单字 一直到这个指考单字 那你这个读完这个之后呢 提普老师就说 把课漏字练习一下 文法练习一下 Fashion 阅读 测验 写作 连历介事 也都做了 做完之后啊 同学就一路过关攒架 哇 往上啊 从大学来研究所啊 出国 好了 出国之前 接下来就说 啊 柴哥 提普老师 我出国要接受面试 或者是说我要去游学的时候 我要去留学的时候 接受面试分级 或者是音简口说 或者是你已经在工作了 结果你回来跟提普老师说 老师怎么办 老板叫我明天接待外国人 那我怎么办 我开不了口 好 提普老师听到大家的声音了 因此才会出版这一本 提普系列 第一本英文绘画书 基本的日常生活 English Conversation 当你遇到外国人的时候 当你要音简的时候 当你遇到那个面试分级的时候 当你接待外国人的时候 你总不能一开始就跟外国人讲说 诶 那你的身高多少 How tall are you 或者是你体重多少 这个How many kidder parents do you weigh 哇 这种身高体重这种私人问题 你千万不要谈 所以你只要放轻松去谈天说地 好 所以第一个章节 提普老师从谈天气 天气很好 美好时光开始 然后接下来谈天 接下来地点 好 地点喔 那类似Where的问题啊 譬如说 诶 待会你想去哪里 考试完你想去哪里 明天想去哪里 你度假想去哪里 啊 接下来 常常Where出现 你就知道五个W的问句 就譬如说 谁 Who is your idol 你偶像是谁啊 这种很长的那种聊天的话题 或者是When何时 你上次何时去看电影 或者是How often 你多长呢 滑手机 或者是这个吃喝玩乐 这都是最好的话题 譬如说 吃东西 去餐厅的点餐 或者是说 牛排要几分手 我蛋呢 我蛋要煎一面的 或者是我要炒蛋 或者是提普老师的最爱 铺爸奶茶 外带 不是内用啊 我要外带 半堂扫兵 怎么说 哇 这个你只要把English conversation 把它念完 那就没有问题 好 那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一只呢 这一只啊 它叫Ponyo Ponyo 好 那所以呢 在这个conversation 整个对话这十五个章节里面呢 接下来Mrs.Tips 我跟我的鹰母Ponyo 将会用对话的方式 有趣的方式 让各位不管你是 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或者是初学者 或者说单字好 我单字都忘光光怎么办 好 不是问题 我们有备而来 把这一本念完 就是我们的准备 而来跟外国人沟通 绝对没有问题哦 期待哦